3D旋转动画制作 我们首先了解旋转跟转移的差别 再来看一下 待会请同学开启 3-C旋转动画.fla来开启 回到Flash来 我们点选开启旧档 这里 3-C旋转动画 不能开启这个 这是OK的 把它开启来 开启来后呢 仔细看 因为呢 我们这本书使用的字体 那我这台电脑里面没有 就会出现这个画面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点选它 只要是这个字体 我们可以替代字体 那边可以转换成 请你帮我转换成 待会的文字是这个字体 对不对 那我帮我转成什么 我们选 比如说 网汉中特元体繁体的 就原来找不到这个 就可以把它对应成这个 按确定就可以了 好 那如果 开启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字体了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要先制作文字的移动补肩动画 那点在文字图层的任何位置 按滑鼠右键来选取 建立移动补肩动画 就变成一个浅蓝色的 好 再按滑鼠右键哦 再来做什么呢 3D补肩动画 就做两次 那当你点3D补肩动画 同时去看 这边有红色线跟绿色线 有看见这个吗 这是可以让你做调整的 红色的线 在我们书本47页有写 好来 那这个红色跟绿色的 这时候呢 你要使用切换工具 点选引格时的地方 我要来做旋转哦 好 红色表示是X轴 左右 绿色是什么呢 Y轴是上下 那蓝色的地方 看不清楚 是Z轴 好 我们现在点选这个 3D工具 有没有 红色绿色跟蓝色 点到这工具就出来了 蓝色呢 表示Z轴 那就可以做旋转 好 我们点选这个 X轴 拉红线 顺时钟转半圈 这里 顺时钟转半圈 像这样 好 那字 你同学看 字就到过来了 接下来点选引格20 我在第20格的时候 做什么呢 好 拉红线 在顺时钟 再转半圈 再转过来 刚刚转半圈 这次的转半圈 所以就转了一圈哦 这时候我们按 Ctrl Enter键来看一下 我们速度放慢一点 12 好 按Ctrl Enter 那就会做有3D旋转的效果了 更加 есте Hier 和你开始做什么 转半圈